字幕提供 歡迎收看自尊飲料節目 我是顧得頭顧李建民分醫師 如果你在上個禮拜五收盤後 趕快加李老師來的話 今天大盤 又是照李老師的預測走 當晚很多投資朋友覺得很奇怪 老師今天大盤怎麼開高走低 最後差點要什麼 收黑 還好最後護國神山 神來一筆 最後一筆做一個拉升的動作 讓指數收盤上漲82點 大家都很期待說李老師 逆忘時 雖然李老師的話 你沒有賣在最高點 但是看到今天的重作的話 不禁要為李老師鼓掌叫好 我說過我們會複製賺錢的模式 一檔接一檔 我不曉得你是不是跟我的全國會員一樣 是獲利無法黨 但是你只要按照李老師盤中的指令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昨天禮拜天的話 那週日最前線那個錢是什麼 money的錢 我真的很希望各位在放假的時候 你比較有時間能夠冷靜思考 我記得我在兩個多禮拜之前的話 我講得很清楚 我說 如果時光能倒流你會怎麼做 老師那還用講 我當然是在低檔轉的勇敢做多 李老師你在節目中推薦的股票的話 雖然我知道的比較慢 我還是強力勇敢的做多 但是很抱歉 時光不能倒流 你如果錯過了我們第一階段 李老師角出亮面的成績單 你放心 只要是對的方法我們持續的沿用下去的話 就算你加入的時間比較晚 就算你起步比較晚 就算你的成本比較高 請問各位 我是不是告訴各位 李老師的操作守則 最高指導原則就是什麼 我一定把風險放在第一位 那如果不是好的買點的話 我們寧可等待下一檔股票 李老師的操作的話 就是短線搭配波段 如果是大波段操作的股票的話 我根本不理會短線的震盪 你或許會覺得老師 今天大盤的話在漲八字幾點 應該所有股票都應該漲 如果你有這種先入為主的觀念的話 你就會錯失賺大錢的陽機 當然 每個波段的主流標股的話 都會領先大盤落敵 如果你看指數來操作的話 你會錯過絕大進場時期 就好像上個禮拜五 當大家不認為可以進場的時候 哇盤中又崩跌 將你200點 我是不是告訴各位 你如果是我的忠實觀眾的話 你應該知道我會怎麼做 那大家有時候基於會員圈的話 我也不可能每一檔股票買進 跟各位報告 賣出也跟各位報告 上個禮拜五的話 我說如果我的心情好的話 我會告訴各位康權我們的操作 我們是上個禮拜 要怎麼做到呢 逢高全數蘇星 不是說李老師是什麼心情不好 我心情好 非常的好 因為讓我的會員的話 用什麼賺的人生的財富 你在禮拜天看我的周日最前線的話 我是不告訴各位 不到三個禮拜的時間 240% 只有3檔股票的操作 到底如何做到的 我相信 你如果昨天又仔細看我文章的話 你都知道李老師是如何辦到 就是三檔股票 那大家的話呢 我們高檔全數出現之後的話呢 我講過我不會想要買最低賣最高 我把買在相對低檔剛剛發動的點 賣在一個相對的高點的話呢 就是把perfect完美的超出 那大家的話呢 大家都想說 老師你不要說那麼多嘛 你直接告訴我什麼 逆忘值第二次拿那檔股票啊 你不用急嘛 如果你看我的節目的話呢 你很急的話呢 你就不要看我的節目啦 現在的投資朋友 因為你都不能靜下心來看李老師 大概是29分的節目的話呢 請問各位 你在股票市場要如何賺大錢 李老師啊 已經讓我的全國會員 賺到沒朋友了 真的是不騙各位 那大家的話呢 是一個什麼 玩笑話 那是非常開心的事情啊 對不對 因為大家都是說 這一波崩堤的話呢 四千七百多點 套牢一缸子的股票 你或許看到別的投資老師 節目哇很奇怪 李老師有時候這個放假的時候呢 我也稍微看來別的老師節目 很奇怪 都說底部我們就買到 你看大盤的話 那震盪我根本呢 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的天啊 如果說真的是在底部買都沒有賣的話呢 他能夠什麼 賺一個大波段 賺五成 賺六成 賺六成 賺一倍 李老師的話呢 也是獻上祝福之一 但是不是呢 如果他買一頭 還有股票的話呢 哇 漲上去 股票他都有 疊下去股票呢 當作沒這回事 你是他的會員的話呢 你作何敢想 你去想這個問題哦 為什麼李老師的話呢 持股非常集中 因為我知道我全國的會員的話呢 都是辛苦的血汗錢的嘛 對不對 因為大家都是什麼 辛苦賺來的嘛 對不對 大家都希望呢 在股票市場呢 能夠賺得人生的財富 實現人生的夢想 那如果你做不到呢 如果你看到我的節目呢 去操作的話呢 好像都覺得是什麼 賺銀頭小利啊 那個是因為盤中什麼 最直接的帶領的話呢 你才能夠什麼 賺足一整個波段 好 我們要大盤今天走勢的話呢 大家上個禮拜我畫的 美股是什麼 全面的大漲 那其中的話呢 費德曼大體飆漲2.8% NVIDIA的話呢 會在8月28號啊 公布什麼 上一季的財報 然後呢 他也是什麼 飆漲4.6% 台積電AD的話呢 也是大漲2.9% 你會覺得 其實老師怎麼大盤啊 開盤啊 是跳空大漲 然後呢 最高來到22449啊 飆漲了將近300點 到最後的話 哇 差點要翻黑啊 還好什麼台積電神救援啊 台積電最後一筆的話呢 你看4762張啊 讓他什麼 拉升5塊 所以呢 到最後指數的話呢 真的是非常驚險啊 上漲82點 但是呢 第一個 綠色 你注意看喔 我們看這個 如果說 你要知道大盤未來走勢的話呢 你給大家看台積電嘛 大盤今天收盤 並沒有突破這一條黃色的無日均線 更不要講什麼 更不要講這一條綠色的季線 但是你注意看喔 台積電的話呢 已經在上個禮拜五喔 他雖然說的話呢 來回撤什麼 回撤季線的支撐 但是收盤能夠站上 然後呢 今天的話呢 盤中的話呢 也有領先突破什麼 五日均線 所以你說老是大盤 到底會繼續漲呢 還是回撤修正 你就看台積電就對了 但是喔 你要賺的台積電的錢的話呢 你不如是什麼 選擇一些小額美 股本比較小的可能呢 不到20億 甚至說的話呢 待會呢 我會揭曉 蜜望時第二的什麼 超級標股 他的股本的話呢 不到6億 所以你大概可以從這個方向的話呢 能夠知道李老師那是如何正確選股 因為 量能不出 請問各位 你買那些大型的龍頭股跟全資股 你要怎麼賺大錢 我們的前提是要賺大錢 你要銀頭小利的話 那你自己來就可以了 那大盤的話呢 收盤是上漲82點 沒有突破50均線 更不要講什麼 季線 來了 你知道 你知道李老師的蜜望時 8月5號 8月6號 這兩次的買進 我都不要算新會員買進的部分 光這兩天買進的話 震撼什麼 全頭股業 而且我們都有CALL訊跟圖卡的驗證 當我上個禮拜 封高全數出金的時候呢 很多人說 老師你賣太早 我說股票市場 你一定要有一個正確的投資理念 比如說我們吃魚的話呢 你要吃中間最有肉的這一段 魚頭魚尾 不要浪費時間 就浪費那個什麼 浪費那個生命 去什麼 你要從頭賺到尾 不可能 因為 我們還有另外一檔更好的股票呢 等待李老師呢 帶領全國會員的共襄盛舉 我其實當時設定是屬於高等級會員買進 但是呢 那在 後來我覺得說好像 一般等級會員的話 那也應該共襄盛舉 那你也不要問李老師 李老師什麼時候呢 帶了這個普通會員的話 有做一個買進的動作 又將震撼全市場 你錯過了蜜望時 你會不會很期待 有另外一檔 超級的標股會 複製蜜望時標準模式 當然啊 李老師跟別老師不同點在那邊 我不會變魔術 你會發覺 別的這個投過老師的節目 不是綜藝節目就是變魔術的節目 突然變出什麼股票 然後說你底部就買了 你拿出證據來 一般我們怎麼知道你底部就要買 一樣呢 我說用折訊來震撼什麼 全投過也有 折訊才會有真相 因為每個老師上個禮拜 我全都有什麼 半導體設備廠 很奇怪 那G2C PLUS聯盟 哇 不是說有均豪的啦 就是什麼 有什麼 有這個制勝的 要不然就均豪也來了 哇塞 真的太神奇了吧 為什麼 上個禮拜五 幾乎全市場80%的分析市場 全部都有這 三檔 G2C PLUS的什麼 聯盟的概念個股 我也不可能每檔都買對不對 均豪的話呢 我也是很看好 但是呢 我們要把錢什麼花在島口上 所以李老師覺得說 我之前呢 讓我的貨員賺到什麼 自勝啊 我們就來回去 天超會就可以了 不需要每檔都買吧 好 所以蜜望石的話呢 我說呢 蜜望石第二的話呢 又將震撼全市場 你趕快把手續辦好 我說我不要等到我開牌 等到開牌 你一切都來不及 你看看 你看一下8月15號 8月15號呢 我們已經攻赫這一檔 蜜望石第二是什麼 建村 它是工具機的一個 精密大廠 它是屬於這個 屬於這個通物商 我們昨天就是8月14號買進 騙不了人嘛對不對 8月15號的culture 你當時看他是遮住了嘛對不對 我說 你不要等到我揭曉 等到揭曉的話呢 你又懊悔 啊好可惜喔 我錯過了蜜望石倍速度過濾 又錯過了蜜望石第二 你到底還要錯過幾檔標股 我們是一檔接一檔 公賀建村 4561的建村呢 我們8月14號買進 8月15加碼 後來的話呢 在這個上個禮拜的話呢 也是什麼持續的加碼 強鎖漲停 屏蔽史新高 來了 你為什麼要跟著我同步操作 因為李老師會直接告訴我 親愛的高等級會員的話呢 他是 蜜望石第二的超級標股 持股仍然暴老 我們要賺大波段喔 股市的有錢人的話呢 想法跟你大不同 很多人都是短視盡力啊 很多人想說 能夠賺到漲停滿就夠了 可是真正在股票市場賺到大錢呢 他們的什麼想法是不同的 他們希望來到股票市場的話呢 我有五百萬一千萬的資金 我要買好買滿 然後呢 等到呢 我們要逢高貨利出境的時候呢 不會什麼 突然打到跌停板 換句話說就是好盡好出喔 所以李老師呢 最高等級的專門會員 甚至親愛的會員的話呢 他們也不見得 一定要什麼漲停板 那當然的話呢 有漲停 又漲不停的話呢 那是更好的事情對不對 好 你看8月15號的話呢 你當時也看到呢 我把他什麼遮住了 今天正式開牌啊 今天的建村你看看 為什麼他跟大阪不同 大阪是開高走低喔 差點翻黑喔 然後你跟著我在8月14 8月15 甚至呢 我們在什麼 8月22號呢 再加碼買進的話呢 今天卻是開高震盪走高 要不是被大盤拖累的話呢 今天啊 搞不好叫什麼 亮燈漲停板 再度大漲 又創歷史新高 我的天啊 你再看一次 8月15號呢 我說你趕快把手續辦好 很多人的話呢 一等再等 我說你有兩個選擇嘛 第一個等我開牌 然後呢 又垂心肝 啊 又抽虧檔標股 你有另外一個更好的選擇 人生就是不斷的一個選擇 你可以選擇看別的老師節目呢 覺得哇很精采 哇 講得頭頭是道 你也可以選擇呢 收看呢 我們什麼 非常務實的 那呢 我們是什麼操作呢 在節目中呢 很清楚跟各位做一個解析分享 那你跟著我同步操作的話呢 你就能夠賺到密忘石第二的超級標股 你看 騙不了人是不是建村 今天是不是再度大戰 又創歷史新高 今天的什麼 智勝也是改寫歷史新高 為什麼今天大盤開高走低 我們卻有兩檔股票 又創歷史新高 你認為是靠運氣嗎 我應該是所有做多的投稿老師裡面 所有等級股票加強應該是最少的 你可以去打聽看看 因為那別的老師跌著的話呢 都當作沒這回事 漲上去的話呢 又紛紛什麼變出來了 你要跟著什麼樣的老師 8月14號買進 隔天再加碼 甚至8月22號上個禮拜四 加碼買進 那當時的話呢 我原先是 只設定我的高等級會員 後來的話呢 一般等級會員的話呢 也是共襄盛舉 你就不要問你 要是這個 一般等級的普通會員呢 手中有買進 那麼建村的話呢 是工具機 這個精密主軸的大廠 我這邊打錯一個字 精密 非常精密的 因為現在呢 這個大家都尋求 這個更高境界 所以要什麼 精密的一個 精密的一個 這個製造的一個能力 上半年 角度亮眼成加 EPS2.29元 上半年 今年2024年 只過了一半 已經賺2塊多 股價60幾塊 你覺得股價不是太委屈嗎 是不是無超所值 然後YOY的話呢 比去年同期呢 大幅稱呢 223% 成長超過兩倍 創同期的歷史新高 所以呢 是不是先有創歷史新高的什麼 移收的表現 股價呢 也為什麼 跟著改寫歷史新高 這才合理 這才match 對不對 所以呢 你跟著我的話 那不需要買來最低 因為李老師講過 我們一定是把一檔股票 那大賺出清 再把資金轉買進另外一檔 剛剛起這樣的股票 就是一檔接一檔 你看看 我們就算這兩次的買進的話呢 我們的獲利的話呢 三成 那今天的話呢 量能並沒有什麼 爆出一個超級的天亮 而股價卻什麼 改寫歷史新高 老師那目標價是哪邊 什麼時候要賣呢 手續板有就對了 訂單能見度呢 已經到Q4 現在是第三季而已 好 熱門股強烏的燈號 你會看到這張圖卡的話呢 表示李老師又是什麼 有上這個東升五七股市同學會 所以跟各位分享 8月26號 你看看靜倫喔 靜倫的話呢是做這個 汽車複合材料的供應商 是屬於這個通路的部分 他是屬於其他電子 突破多空線 至尊指標翻多 量能趨勢同步翻多 要是給他五顆紅燈滿分 那大家的話呢 現在這個 所有很熱門的就是黑神話悟空啊 不得了 他在8月20號的話呢 在這個大陸的話呢 正式的上市啊 三天的時間啊 大賣超過什麼 一千萬套 那麼在全球的話呢 這個熱賣的話呢 都是什麼 銷售第一名啊 所以你去想啊 如果這個 所謂的一個 所謂這個遊戲軟體的這個題材的話呢 它會帶動 因為它是屬於一個3A的一個產品 反正呢 這個高單價 什麼高研發 這個反正就是很多這個 No.1的一個 稱號他們叫做3A的一個產品 當然的話呢 如果呢 你有時間的話呢 去上網Google一下 畫質非常什麼 細膩 而且呢 它有這個所謂實景 AI的一個模式 那如果你看看 AI時代的來臨的話呢 會不會讓這個顯卡 甚至說呢 這個記憶體模組的話呢 它的什麼 需求會大增 一定的嘛 所以你看看今天板卡族群的話呢 這個微信的話呢 表現非常強勢 甚至說呢 你看看這個 板卡的部分的話呢 2377的微信啊 哇 盤裝什麼亮燈掌鈴板 2399的硬貸 甚至呢2465的什麼立台 甚至呢開盤沒多久呢 強鎖掌鈴板 這個就是因爲什麼 所以這個黑神話悟空啊 造成什麼 所謂的一個板卡的升級啊 或者說搶購的一個熱潮 我認為的話呢 這應該不是短期的現象 但是呢 你也不是說 今天所有板卡的族群都可以買 你去追技嘉的話呢 你就中槍喔 所以我說要嘛就買鎮強的 所以李老師呢 認為呢 以這個微信啊 他的一個上半年呢 不錯的一個財報數字呢 他本益比的話呢 只有19倍 那麼技嘉的話那是21倍 所以呢 李老師給他5顆紅燈滿分最高分 建春啊 李老師呢 是不是在期待你買氣 一樣啊 早就突破了多空線了 至尊指標呢 早就翻多了 量能趨勢呢 持續往上 5顆紅燈滿分最高分 我要再次重申喔 並不是熱門股強入燈號 5顆紅燈滿分呢 都是李老師帶會員買氣的股票 但是 只要是李老師帶會員買氣 我又給他 5顆紅燈最高分的話呢 你不要小看他股價的爆發力喔 好 加邦 是屬於這個被動主動元件 跟這個被動元件的一個 概念個股 是屬於華興科集團的 那量能趨勢的話呢 稍微什麼持平喔 所以呢 李老師 把他摳一點分數 四顆半了一個紅燈 智威 在今天以前的話呢 你或許會認為的話呢 他什麼又要創新高 但是他今天跌破李老師的多空線 轉空了 有多翻空 至尊指標翻空 量能趨勢也是往下 5顆藍燈最低分喔 所以如果你手中有弱勢的這個智威 或者昆穎 我上個禮拜呢 是不是呢 有提醒各位 我說那個男人 黃仁勳他並沒有來台 是不是告訴各位 原先你的期待落空了 當你認為機械人剛一個 會因為黃仁勳 來台造成一個什麼 持續往上飆漲 那如果不符合預期的話呢 你就要有風險意識 所以李老師為什麼呢 早在高檔的話呢 我們就把昆穎呢全速出新了 你看看 四顆半的一個藍燈 好 那麼我這邊要提到的話呢 你看3019的亞光 李老師是賣得很漂亮 你哪里相信 8月21號開盤前4分鐘 4分鐘賺一生 開盤前試駕出新 老師收盤的價格 比這個我們賣出的1.24還來得高耶 好像賣太早 看到什麼 隔天差一點打到跌 你把老師讚 沒話好講 跟著你就對了 那所以 你用結果來論英雄 那李老師有沒有讓各位失望呢 上個禮拜五反正 老師你又賣錯了 今天又跌下來 你有什麼看法又不一樣 你為什麼漲的時候很樂觀 跌的時候又很悲觀 重點是呢 我們是賺一整個大波段 親愛的投資朋友 有沒有 我們是8月6號呢 勇敢的買進80幾塊86塊耶 我們賣在1.24呢 是不是輕鬆的獲利44% 我們需要賣在最高點嗎 8089的康權 你不能怪李老師沒有告訴各位 我們在什麼 8月21號呢 逢高全數出新 隔天網上查 老師你賣太早 哇連續兩天 眾所老師讚啦 沒話講 被李老師逢高出現股票呢 就是跌得不成人形 8043的什麼 蜜望時 就是打到什麼 快跌領版 這麼神準的分析在你面前 你還在等什麼呢 你還在考慮些什麼呢 那如果蜜望時 我高檔不全數出新的話呢 我們哪有資金去買進 4561的建村 你看看 那我建村的話呢 你看看 好不好 我們就當作說 我在8月14號全數出新啦 到今天的話呢 你看看 蜜望時呢 差一點打到跌領版 而你在 我是打個比方喔 並不是表示那天我們才全數 這個嘛 我們就那個那天全數出新啊 你跟著我買進建村的話呢 你是不是大賺 你看看 當天的收盤價格59點 今天呢 66.7耶 你是不是 比你抱著什麼 蜜望時賺更多 這就是你為什麼要跟著我盤中的指令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那當然的話呢 我們之前的話呢 1540的僑服 真的是非常感謝啊 李老師全國會員的支持啊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啊 我們最高等於會員的話呢 8月7號你不相信來查我的口訊 最高可以賣到45塊 什麼時候買進 你難以想像啊 就是在他這個 在他這個除息的那一天啊 我們是在 看一下 應該是在30 7月30號嘛 你看看他除息是不是7月30號 沒錯嘛 113年7月30號除息1.1元 我還當時抗訊呢 直接告訴我會員 因為會員的話呢 可能會覺得老師那天 好像這個價格怪怪的啊 因為他除息嘛對不對 我說呢 當天除息呢 勇敢的買進 然後呢 我們最高 賣在8月7號的高等於會員的話呢 就是 尊重會員跟清貸會員的話呢 最高賣在45塊 是不是呢 輕鬆的獲利超過六成 然後呢 你再加8043的 密忘時 100多個percent 再加3019的亞光 這三檔股票 難道沒有呢 不到三個禮拜的時間 讓我的會員呢 輕鬆的大賺 240個percent 超過兩倍 那請問各位 這麼優異的操作績效 你卻什麼 擦肩而過 你不覺得很可惜嗎 你跟我求婚的差距是越差越遠 你也能夠賺到 只要什麼 你趕快下決定啦 老師我要等我的股票解套啊 何年何月 你等解套的同時 我們在什麼等著賺漲停 一來一回差多少 你看看 好 所以呢 你要把這個弱勢的股票呢 換成什麼 會漲的金基姆 你看看近倫的話呢 這個叫做頭肩底 反轉相當形態 8月22號的話呢 就已經突破什麼 頭肩底的反轉形態 然後上個禮拜的話呢 做一個什麼洗盤啊 很多人說 老師啊 這個叫做拉高出貨 這個叫做什麼 夜星反轉啊 哇 今天漲上去 無言以對 你跟著老師說 我們賣他最高價 今天呢 又漲停板 那他要怎麼解釋呢 維新的話呢 大陸3A的遊戲的話 黑神話悟空啊 一隻黑 一隻叫這個什麼 孫悟空啊 猴子的話呢 讓板卡的族群大漲特長 但是你今天亂追去買進什麼 技嘉的話呢 你是賠錢的 你買維新你是賺錢的 他是不是叫做V轉 那麼維新另外一個題材的話呢 他攜手NVIDIA進軍智慧工廠 所以為什麼呢 你會發覺 維新今天股價的表現呢 是比什麼 技嘉強很多 至尊贏家隔園3 不把散戶全嚇跑啊 就是要震盪洗盤的話呢 標股難呢 一路標 所以這個高等理會員說 老師你不是說 4561 這個建村的話呢 是秘望時第二怎麼沒有標 就是要什麼震盪洗盤 把散戶趕出場 你不把散戶趕出場的話呢 他怎麼會什麼 一路狂飆大漲創新高 所以為什麼李老師常講呢 你要買在起上點 你不是想買最低一點 所以你要很清楚呢 就是要怎麼做一個洗盤啊 這個把散戶 下跑之後的話呢 才會一路標 你看看PART2 我們一檔接一檔 橋幅超過六成 秘望時呢 一百三十幾個percent 雅光 44個percent 原相我們是什麼 逢高全數初心喔 你不能怪李老師 沒有在節目中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我們逢高全數初心一張不勝 你看看今天是不是呢 出現什麼 逆勢下跌的一個走勢 一檔接一檔 大賺 來電跟上 那當然的話呢 李老師呢 也非常感謝我們東升之友的話呢 全力的支持 那當然的話呢 李老師呢 今天特地持續推出 東升好友超值班 老師我不是你東升好友耶 比照辦理 不阿三里吧 你只要是李老師啊 親愛的粉絲啊 你今天 只要來電的話呢 都是什麼 享有同樣的優惠 那因為很多的投資朋友呢 你要眼睜睜看到李老師 揭曉秘望時第二 你看到就是什麼 就是建村啊 今天不但是什麼大漲 而且改寫歷史新高 到底會飆到哪邊 你就等待我盤中的口訊 我也幫你短線的搭配波段 以股換股喔 你不需要多餘的資金 很多人說老師我沒有錢 不是你沒有錢 是你錢被卡在那些 讓你動彈不得的什麼 爛拔辣 那我譬如說你的股票啊 就是真的很爛 因為讓你賠錢的股票 他就是什麼 他就是什麼 就是不好的股票 讓你賺錢的股票 就是好股票 就是標股 就那麼簡單 你不用想那麼多 你不要幫股票貼標籤 因為你貼標籤的股票 往往什麼 在這一步 讓你什麼 賺指數賠價差 你必須什麼 把弱勢的股票 做一個太弱 換強勢的股票的話 才能什麼 充滿榮耀 你不曉得怎麼換股 讓股專業來 趕快 撥通 標股票的線 080055808 趕快叫李老師的Light 加入之後 聯誼正58899 就能夠掌握標股的資訊 然後右上角有個記事本 李老師會做一個update的動作 亞光你看他816號 別的老師說 我底部就買進 你拿出證據來 不要說那麼多 漲上去 每個都有七土十一聯盟 對不對 每個都有什麼 軍堂 每個都有什麼 自勝 每個都有軍華 那你拿出你當時買進的口訊 甚至說那圖卡 我才知道你是底部就買 對不對 要不然漲下去的話 每個人都說底部買進 你要相信誰 你要相信 你曾經看過我節目的 投資朋友 8月6號是不是說 當天買進強烏漲漲鈴板 有口訊有真相對不對 8月21 開盤前市價獲利出清 是不是賣得很漂亮 是不是跌得吸引化了 是不是輕鬆的 再兩個多禮拜呢 我們大賺44% 是不是又是完美的操作 建村你看看今天是不是再度大展 又創歷史新高 為什麼我買進的股票不是什麼 3年5年10年就是什麼 這個所謂歷史的新高 你認為是靠運氣嗎 8月14號買進隔天加碼 8月22日再加碼 老師你今天有沒有買 會員的權益 訂單能見度以達Q4 30%的獲利 找到對的方法把它做到完美 你就趨勤成功 所以我說方法正確 比努力更重要 你有另外的選擇 交給對的老師是適合的功倍 你單打獨鬥很辛苦 李老師是什麼團體戰 我的會員呢 過去能夠攪出量力成 Part 1 Part 2 Part 3 甚至到最後Part 10 我真的希望 是你的什麼 標股的什麼對賬單 好 一檔接一檔 大賺來電跟上 有沒有最美 還要搭配什麼省準操作 你想一次累積夢想金 還有推動金的話呢 就從今天開始趕快向您決定 9月政愛標股 將標向外太空 我們今天推出東升還有操作方案 我會幫您的短線來搭配波段 以股換股 重返榮耀 請趕快撥通標誌線 080055808 就是大家 上面出力 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省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